嗨,大家好,10月13号,深圳出让了四宗居住用地,十余家房企激烈进住 最终,中海龙光分货两宗普通商品住房用地 安静地团拿下了两宗可受人才居住用地 四宗地总价为49.4亿元,溢价率均为45% 这么高的溢价进得率,真是人有多大胆,深圳皆有多大产啊 纵观深圳楼市,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商业用地供应量越来越多 今年一季度,深圳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达到24.6% 前海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达到64.6% 就这样,深圳还在继续加大商业用地供应量 而住宅用地供应却越来越少 去年更是排在了全国倒数第四 民用住宅价格不断上涨 那么有人会问了,深圳这调皮孩子也不听话呀 国家都号召坚持房住不吵 你怎么还跟老子对着干呢 其实大家想错了 深圳市政府根本看不上麦迪那点小钱 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和有竞争力的企业 那可谓是煞费苦心 深圳现在很多地区写字楼的租金 已经跌成了白菜价 到2025年,还要建成507万平方米的写字楼 这样,很多企业就愿意迁移到深圳来 也支付得起员工高工资 卖地那点小钱 跟招商局呀,华为呀,平安华润这些巨头 每年纳税比那就是九牛一毛 而且,对深圳这种超级大都市来说 是人才越多越好 可不是人口越多越好 房子这么贵,压根就没指望普通人买 通过房价和落后于其他一线的医疗教育配套 变相驱逐了老弱病和没有经济实力的人口 留下的都是与城市和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 保持了城市创业创新的活力 反过来,这些人有很强的消费能力 更能拉动深圳的GDP 大家懂了吗?